偶依大师他在念佛的时候讲三滋梁 信、愿、行 他说我们必须建立一种真实的信心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信心就是信心 为什么加上一个真实呢? 意思就是说 有些信心是不真实的 你看有些人 他对阿弥陀佛有信心 因为他身体健康 心情愉快的时候 他对佛号会通身靠道 当他病痛现前的时候 他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就没有了 他这个信心是假借健康的因素而有的 当健康失掉的时候 就把信心也带走了 一直生灭心的修学 永远是跟着感觉走 就是你的心是借来的 没有一个真正你自己的东西 这道临命中的时候都要归还啊 太阳出来产生了光明 太阳一走就把光明带走 风一吹产生摇动 风一走摇动像就带走 光明是跟太阳借来的 摇动是跟风借来的 所以你要怎么检查你的心是生灭 还是不生灭呢? 只要它是必须有所归还的 就不是你真实的心 这个地方说得非常清楚 什么是我真实的心 什么是我暂时的 虚妄的一时感觉 你要能够把它分辨出来 只要离开了六成 就没有自体的 这个就不是你真实的东西 你要假借很多 很多的因素 这个心态才会生起 这种心态临命中的时候 肯定是会败坏的 当你到家户病房 全身插满管子的时候 它一定会要消失掉 不会现前的 但是有些心态 你培养出来之后 在你苦恼 病痛的时候 它永远跟在你的旁边 这个就是真实的心性 可以依靠 可以安住 以佛法的角度 你一直道理的思维 所产生的修行力量 是不可破坏的 你假借某种事项的感应 产生了信心 这个信心是可破坏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判定的方法 我看我 我看你了 我看我 我看你了 往前面 感谢观看